辽宁南兰王朝球队建立阳明并不是开创者 魏蒙提出构想被队友嘲笑 随着总决赛打成3比0 辽宁南兰几乎毫无悬念地即将收获历史第四座总冠军 并且只有三连贯的球队才可以称为王朝球队 而第一个提出辽宁南兰王朝球队概念的人不是阳明 而是前辽兰封县大将魏蒙 2018年辽宁队在前辈们的铺垫和郭世强无数次努力下 终于迎来历史第一座总冠军 只有郭世强知道他的来之不易 是八字亚军扛着八一王朝和广东王朝无数次锤打后 活下来的勇气历经万般磨难才拿到了这个总冠军 那时候谁都不敢想什么王朝球队 就连郭世强也庆幸幸运女神眷恋了自己一次 而魏蒙在发布会上拿着话筒说出 要建立辽宁王朝 听完这句话队友都忍不住说了一句啊呀我去 那时候的心里可能是你可别吹了 而魏蒙已经看出辽宁队凭借年龄结构和突破了新魔后 一定会迎来巅峰 谁也不能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 可万万没想到时隔一年自己被转会 王朝及时郭世强被下课 而接任者杨明拿起郭世强留给他的豪华阵容 魏蒙为他指明的发展方向 杨明用心经营加上三十年和西 时来运转逆天好运 辽兰天时地利人和即将完成王朝球队的壮举 他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他是总设计师魏蒙的精神依托 他是一代代辽宁篮球人的努力 他属于所有辽宁篮球人 这份荣耀属于全体辽宁人民